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从一个普通的细胞到一个完成具体功能的细胞 这就是细胞的分化 细胞分化以后就要形成组织 所以说我们今天进入第二章 植物的组织 那么组织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组织的定义呢 有这么四层意思 四个层次 第一个组织是什么呢 组织叫一个组织 首先一个它的来源相同 来源相同 就是说我们看到一群细胞的话 比如说我们说塑造组织 上次我们做死练的那个机械组织 对吧 比如说那个实细胞 还有看到表皮的 那么它的来源呢 都是相同的 都是相同的 然后呢 第二个形态结构相似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形态和功能是统一的 对吧 它组织是为了完成一定的功能而形成的 那么大家都要完成这个功能 所以说它的这个形态结构呢 就是比较接近的 要相似的 相似 那么第三个是它的目标 就是机能相同 一个组织 它机能 比如说我们上次观察的这个保护组织 对吧 在表皮上 它都是行使了这个保护功能 对吧 然后上面呢 由于它是在表皮上 它有一个气体的通道 都有气孔 都有气孔 那这个气孔呢 就是控制气体交换的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机能相同 之所以要形成组织呢 就是说单个的细胞 是不能够完成这种整体的功能的 所以说这些细胞之间呢 它有密切的结合 密切的结合 并且相互联系 相互联系 这是一个 所以说你如果要形成保护组织 一个细胞是肯定不行的 对吧 它有很多个细胞 很多个细胞才能够在一起 在一起 所以这个就是植物的组织 它有这四个层次的定义 从它的来源 从它的形态 从来源上来讲呢 这个以后我们在讲这个组织 发生的时候 在讲这个比如说根的结构 筋的结构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的来源呢 这个会更进一步的 加上理解这个 那么形态结构相似呢 这个是我们在形态上 也就是说我们在显微结构上 能够划分不同的组织的一个依据 对吧 如果所有的组织你看上去 形态结构都是一样的 那就很不好划分了 那就很不好划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当然还是有一些组织 它的形态结构非常相似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要借助于比如生理的办法 比如说我们看它的生理代谢 是不是有所不同 但是多数情况来讲呢 形态结构呢 作为一个组织来讲 一个组织和另外一个组织之间 它形态结构是有差异的 那么以后我们在组织学的实验以后 以后我们在整个细胞解剖的实验以后 我们就是不断的积累这个知识 比如说我们看到表皮这个组织细胞 是扁平的这种形态 那么里面薄壁组织细胞形态呢 它比较大 比较大 那么分分组织形态呢 就像我们那些观察 对吧 它由于不断的在分裂 就比较小 比较小 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特征 那么我们可以在后面讲到 好 机能呢 这个是刚才说 这个要注意互相联系 就是组织和组织之间 这个联系也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呢 是本身这个组织的细胞之间 有很密切的联系 还有一个就是不同的组织之间 它也是有联系的 也是有联系的 这个组织 大家要注意这个 就是在以后我们学习组织的时候 这是一个 这就是组织的定义 那么整个组织呢 我们书上也有这个表 也有这个表 我们按照它的这个形态结构和功能 把整个组织呢 分成六个大类 这六个大类 这六个大类呢 我们依然 这个规律呢 是这样的 依然是按照发生的顺序 发生的顺序 还有一个顺序 还有一个呢 我们是按照 这个分化的程度 就是分化 待会我要讲分化这个概念 就是分化的程度 分化的生前 按照这个程度来分的 比如说我们看这六类组织当中 但分身组织呢 不存在分化 分身组织是不存在分化的 它主要是不停的在分裂 薄壁组织呢 分化程度是最低 最低 它可以随时拖分化 这是另外一个过程 分化和拖分化呢 是两个相反的过程 拖分化就是重新恢复分裂能力了 这是拖分化 所以薄壁组织呢 就可以拖分化呢 变成分身组织 这就是我们要讲分身组织当中的 次生分身组织 次生分身组织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说有已经分化了的组织 通过拖分化这个过程 然后重新恢复分裂能力了 这是拖分化的过程 然后是保护组织 保护组织 保护组织呢 分化程度相对比较浅 你看它的细胞壁都还是比较薄的 对吧 一般的初生的保护组织的话 那么机械组织呢 分化程度就比较高了 机械组织因为它细胞壁有 刺很多刺身加厚 可能是这样 像如果是形成一些显微的话 那就是根本没办法再拖分化 回到分裂状态了 输导组织呢 分化程度也很高了 像导管的话就是个死的细胞了 那就不可能再分化回去 另外最后一个是分泌组织 分泌组织的分化程度也是非常高的 因为分泌组织的功能非常特化 非常特化 这个就是分泌组织 以后我们再讲的 所以这就是分化程度的高低 来排列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对组织的这个排列 对组的排列 这就是 那么整个组织呢 就分成这六个大类 就分成这六个大类 这六个大类下面呢 又分不同的小类 小类 那么我们就下面具体的一类 来学习它 那么在进入分泌组织的时候 进入组织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概念就是分化 分化 这个分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的 是有 有具有分裂能力的细胞 这个细胞 逐渐 逐渐它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 不是一下子就完成 逐渐呢 到细胞分裂停止 细胞分裂停止以后 这个时候细胞的外形呢 就会发生变化 由于植物它主要是长高 所以说它主要呢 就是讲细胞的外形呢 要生长 生长 然后呢 就形成各种 具有一定形态 和功能结构的细胞的这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叫做分化 就叫做分化 也就是说停止分裂了 形态呢 发生变化 然后呢 功能特化 功能特化 这个过程就叫做分化 就是说 这个分化意思就是说分裂要停止 要分裂要停止 所以说这个分化的组织 或者是细胞的话 它是不再具有分身能力了 不再具有分身能力 如果你看到一个细胞在分裂 那就是没有分化 那就是没有分化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从细胞生物学的细胞周期上来理解 细胞的周期是一个分裂的周期 对吧 那么分化呢 它就是从分裂那个渐期 就移除这个细胞周期了 对吧 它必须移除这个细胞周期 如果它还在准备进入下一个分裂周期的话 那肯定没有分化 对吧 所以这个比较好理解 所以说我们呢 还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简单的讲 就是一团 原来相当一致的 这个分身组织细胞 比如说我们说 顶端分身组织 跟肩或者进肩 那么在成熟的过程当中 成熟的过程当中 它就与它同一个来源 比如说我们说顶端分身组织 最初这个分身细胞是来源于什么地方 对 最早最早会追溯到它那个受精卵 对吧 那个核子那个地方 那是最初 那是一个很单一的 那么它开始分裂 形成一团分身组织 然后这个分身组织呢 再开始分化 分化 那么就与同一来源的相邻的细胞 就发生了差异了 也发生了 比如说细胞长在外面的 就变成保护组织了 对吧 长在里面的就成为这个皮层 或者是微观组织 所以这个就是个分化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叫做细胞的分化 所以这个是一个 前面那个代源呢 前面这一段呢 是说一个组织之间的这个 再一个变化 而下面这一段呢 是说这个分化呢 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 就是说 原来相当一致的一团分身组织织细胞 它和相邻的那些分身织细胞 发生不同了 发生不同了 所以这个就是分化 那么分化的第一类组织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分身组织 因为分身组织是所有的其他组织的来源 来源 这是一个 所以说分身组织呢 我们放在首先介绍 首先介绍 还有一个我们在分身组织和其他五类组织之间呢 我们都可以画一个界线 其他五类组织都属于什么组织呢 在这个植物学上我们叫成熟组织 叫成熟组织 相当于这些还在生长 还可以生长的 而那个是不生长的了 那个叫成熟组织 是这样分的 那么分身组织的定义是这样定义的 所谓的分身组织是什么呢 是由具有分裂能力的细胞群所构成的 因为这个中文当中没有负数 所以大家以后注意一下 我们在中文当中使用负数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这种细胞群这种概念 比如说还有我们后面 要使用那个熊蕊 我们说熊蕊是多数的时候 我们说熊蕊群 然后磁蕊群 就这样来表示是负数 因为这个是一个细胞群 这个细胞群 它的构成 它的构成是具有分裂能力的一个细胞群 它不是一个细胞 然后呢 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是位于植物的生长部位 生长部位 生长部位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植物是什么部位的长 那么什么地方呢 就是分身组织 那最常见的是植物的顶端 静顶的生长 还有呢 就是植物的结尖 这个结尖 就是这个结尖的生长 对吧 你看到那个拔结的时候 就这个地方也有分身组织 还有植物在长粗 所以侧面有分身组织 对吧 这个比较好理解 所以它位于生长部位 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特点是它的这个 从生理生化方面方面讲 它细胞代谢中很旺盛 这个我们学细胞生物学 就知道 植物细胞要进行分裂的话 有很多准备工作 对吧 有很多这个生理生化方面的变化 所以有旺盛的这个分身能力 它代谢是很旺盛的 这是一个 但是我们关键要掌握的是它的形态特征 形态特征 这是我们因为我们平时看片子的时候 比如切成薄片以后 你很难得看到它的分离过程 形态特征是这样的 第一个细胞体积小 这个我们都可以联系理解 因为它不断的处在分裂状态 对吧 这个是细胞体积小 呃 由于细胞体积小 那么还有呢 它分身组织呢 由于细胞不断的更多 就比较挤 比较拥挤 这种比较拥挤的情况下呢 那么就是有这个第二或第三这个特征 就是横切面呢 是略成等边形 就横切的话 它略成一个等边形 比如说我们看那个洋葱的根间的切片 对吧 你看下面都是一些方方的啊 一个一个的细胞 等你看到上面那个变得很长的细胞的时候 那个已经就开始在分化了 对吧 这是一个 呃 由于不停的在分裂 那么细胞排列呢 就很紧密 啊 很紧密 没有细胞间歇 如果你看到那个分身 这个细胞之间很多细胞间歇的话 那个不是分身组织啊 那一般都是薄壁组织 呃 由于它在不停的分化 那细胞必保 细胞必保 细胞必保 还有呢 它就没有纹孔 为什么呢 呃 纹孔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是在痴生壁 哦对 在痴生壁的时候形成的 而分身组织根本就没有痴生壁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一般都是没有纹孔的 哦 这就是可以把它联系起来 所以如果你看到不具纹孔 你能够想到 因为它是分身组织没有痴生壁 而这纹孔呢 是在痴生壁的阶段形成的 那么就算这段话 就算看懂了 看懂了就是这个意思 哦 嗯 这也是这个 呃 呃 由于在不断的分化呢 就没有明显的叶炮 啊 这个我们会回过头看一下 植物细胞的叶炮 叶炮是在细胞发生特化过后 对吧 哎 这个时候才形成的啊 你们看那个前面啊 前面在讲那个叶炮的时候 这种叶炮的时候 它形成的各个阶段 各个阶段 这个在书上的十六页 啊 一个大的叶炮的形成呢 标注着这个细胞呢 基本上是进入分化的状态了 啊 分化的状态 所以这个就没有明显的叶炮 好 然后最下面还有一点 第七点 就是整个这个分身组织呢 细胞核很大 啊 细胞核很大 哎 我们知道细胞分裂的过程 主要是细胞核的分裂啊 这个是核分裂 包子分裂呢 都比较简单 简单的一分为二 啊 这个是一个 所以它的细胞核是很大的啊 因为细胞分裂过程 主要是细胞核的行为 特别是有式分裂的话 所以这个就是分身组织啊 分身组织这一点 我们就是这样的 那么分身组织啊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图当中啊 嗯 它的部位 嗯 在左边这个图当中呢 这个分身组织呢 是在静肩啊 静肩啊 静肩就是指这个部位了啊 嗯 这个部位 以后我们专门学静的结构的时候 还要讲 那么最 顶端的这个部位啊 我们叫顶端分身组织啊 这个叫顶端分身组织啊 这个叫顶端分身组织 然后旁边有两个小的凸起 这个叫叶圆肌 就以后要形成右叶的 那么旁边的这个凸体以后 长大以后就是旁边的这个 就这个部位了 这就是右叶的部位 那么在右叶的这个肌部呢 会形成了一个叶芽 那么就是叶芽圆肌 这个叶芽长大以后就在这个部位了 所以这个叶芽是随时都在植物的顶端 实际上是到处很早就存在了的 这个是一旦长了个右叶 它的叶的肌部呢一定是有叶芽的 这个是在植物的形态发生序列上就决定了的 这个就像是一个固定的程序一样 到时候就会有 这是一个 这个是就是这些呢都属于分身组织 分身组织 最顶端的这个呢叫顶端分身组织 这个待会我们来分类 这是一个 这个是颈尖的一个 一个重切 重切面 那么这个顶端的分身组织呢 顶上的这里有细胞 有一层细胞 那么这层细胞呢 通常分裂是比较弱的 比较弱的 它主要是起个保护分身组织的作用 所以说 真正分裂很强烈的呢是下面的这个地方 下面的地方 所以说有的 有的这个专家 就把这个分成 这个顶端分身组织就把它进行一个区分 就外面这个叫做一个圆套 圆套 里面这个叫做一个圆体 圆体就是主要的承担分裂任务的 一团细胞 圆套呢主要是一个保护 一个保护的 它是这样来的 一个是这个圆分身组织 这个也就是原始的分身组织了 那这种分身组织呢 它是整个植物分身组织的最初的东西 它来源呢 是种子的胚 胚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追溯到最早了 就是那个核子 这是 所以这是圆分身组织 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从种子的胚 开始萌发的时候 如果这团细胞一直都保持在那里 它的细胞不会全部都分化去走的 它总会保留一部分细胞 那么这部分细胞一直会保留在植物的这个 这个先端 比如说在茎的顶端 或者在根的尖端 一直会保留下来 那么这个就是 这部分呢就是原分身组织 那么第二个就是出生分身组织了 出生分身组织呢 这个我们注意理解它 出生分身组织呢 就在原分身组织的边上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由原分身组织衍生出来的 就是原分身组织了 原分身组织分化 分裂以后 这些细胞如果要分化 形成不同的组织的话 中间有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把它 这一段 属于这一段过程的细胞呢 我们就把它划到出生分身组织这个阶段 这个是一个 所以说就有下面这个特点了 一方面就是细胞呢 已经开始分化了 开始分化了 它向着成熟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呢 这些细胞呢 仍然有分裂的能力 分裂能力 但是它的主要功能呢 它的分裂活动呢 不像原分身组织那么强烈 那么强烈 所以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出生分身组织理解为 原分身组织和成熟组织之间的 一种过渡性的组织 就比较好理解了 对吧 就比较好理解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那么就有这个 一方面在分化 一方面呢 它还处于分裂的状态 处于分裂的状态 所以这个就是出生分身组织 出生 之所以它叫出生呢 是因为它的分裂的细胞 是来源于原分身组织的 原分身组织 那么下面第三个划分 如果它的 如果我们看到有的细胞在分裂 但它的来源不是原分身组织 不是原分组织 而是由已经分化了的停止分裂的细胞 重新恢复分裂能力来的 那么这种分身组织呢 我们就叫次生分身组织 就叫次生分身组织 所以次生分身组织呢 是由已经成熟的薄壁细胞 之所以我们这里说它是薄壁组织呢 因为薄壁组织的分化程度比较低 比较低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要经过生理上和结构上的改变 因为生理上的改变 当然我们是要改变它里面的这个信息的调控 一般呢 我们可以通过提示来 然后重新呢 获得分裂能力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呢 在植物的组织培养当中特别有用 植物组织培养的时候 我们取得都是一段已经成熟的组织了 对吧 好 一段近一段啊 这些 然后我们调节它的极数的水平 使它呢 重新恢复分裂能力 就产生了一个预伤组织 对吧 预伤组织 预伤织产生以后 它就可以不停地分裂 不停地分裂 那么这个过程呢 是一个反向的过程 它叫细胞的脱缝化 脱缝化 所以这个是属于分身组织 我们按照来源 按照来源就可以这么分 另外一个 我们把分身组织呢 可以按照它的部位来分 按照部位来分 这个呢 我们在平时的学习当中 我一直看片子的时候呢 这个更要简便一点 就是我们观察这个分身组织 在植物体当中的部位 这个是比较静态的一个过程 这个更容易理解一点 那么它的部位呢 主要有三个部位 一个是顶端 顶端就是在那个植物的生长部分的最前面的那个地方 顶端它不停地往上生长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叫顶端分身组织 那么它的部位呢 是位于根 顶端的分身组织 那么这段分身组织呢 如果我们从植物的主干和主根上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那个胚 胚有个胚芽 对吧 下面有个胚根 那么胚根不停地往下长 胚芽往上长 那么这个部分 它的顶端这部分组织呢 就是由什么呢 就是由原始细胞 就是由原分身组织构成的 对吧 来源于胚的 所以这个是由原始细胞 这个原始细胞 实际上就是指来源于胚的细胞 还有呢 它刚衍生的细胞 衍生的细胞就是说出生的 分身组织 顶端分身组织的活动呢 有个很明显的我们可以观察到 它的主要功能使着植物体来长高 它在顶端 顶端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植物在长高 它是肯定有顶端分身组织的 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是测生分身组织 顶端分身组织呢 基本上是植物都有 因为你看到植物它从一个小的种子 或者是发展的时候 它总要长高一点 对吧 所以顶端分身组织是肯定有的 但是测生分身组织就不一定了 测生分身组织在植物界呢 主要是位于 它分布在螺子植物 还有呢 双子植物 我根基里面 它是在植物体的侧面 所以说我们从地体上来看 它是个圆筒状的 圆筒状的 那么这一部分呢 之所以这个是测生分身组织呢 它的形成活动呢 就是使进火根呢 会长粗 会长粗 这个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看一般的像那些大树 树木 像张树啊 像桂花树啊 栽培的年生比较久 它就会长得很粗 对吧 但是那个树子就不同哈 树子那个树笋出土的时候是多粗 它以后都还是那么粗对吧 树子是不会越早越粗的啊 它出土是多粗就是多粗 因为树子是单折植物啊 它没有这个测生分身组织 而树子分身组织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讲 因为原始的细胞只位于顶端 只位于顶端 那么树子分身组织呢 就不是来源于顶端的那个原始细胞了 它是什么呢 它是侧面 在侧面的细胞 是分化程度比较低 重新恢复分身能力的这个细胞所构成的 那么这部分细胞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在后面讲根的结构的时候 就会讲到 它是由根的中柱翘那个部位来的 或者是在经当中呢 就是由树间形成成和树中形成成 这么来的 所以这部分呢 是分化程度比较低的 那么这个呢 植物除了长粗以外 我们还会发现有的植物呢 会长树皮 树皮还要掉 对吧 这个也是属于侧生 所以能够长树皮的这种呢 就是可以掉的那种树皮 不是说我们用刀包的树皮 这两种树皮不同 以后我们会讲的 那么这种呢 叫做木酸形成成 木酸形成成 它是长的是树皮 就是会脱落的那个木酸成 这是一类使得植物体长粗的侧面 第三类呢 是菊间分身组织 那么有的植物在长高的过程当中 它不是由于顶端分身组的活动 它是由于结尖生长 比如说竹子 竹子你看刚长出来的时候 那个竹子的结很短的 对吧 我们吃笋的时候就看得着 然后等我们到 比如说你到外面看长大的竹子 那个结和结尖就很长了 对吧 那么这一段结尖生长 在结尖生长的这个 由于是它是在结 两个结之间 所以说我们叫它居间 居间 我说这叫居间分身组织 居间分身组织 当然最简单的就是这么理解 另外还有一段部位 是在什么 在花饼的顶部 就像有的花 它开花的时候 它那个花亭要延长 对吧 你看我们吃了个韭菜花的时候 对吧 还有脂肪饼 脂肪饼 脂肪饼呢 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花生 花生在开花以后 它那个上面 我们就吃了个花生果 对吧 它会要到地下去 对吧 它的下面又是脂肪饼 它就要生长 生长 所以这个是脂肪饼 那么这一部分 居间分身组织 它的来源有几种 一种是顶端分身组织 在分化过程当中留下了一部分出生的分身组织 还有一些呢 纯粹就是有分化程度比较浅的细胞 重新恢复分裂能力 也就是脱风化 脱风化 还有情成 那这部分活动呢 就是叫做植物者 居间生长 居间生长在农学上呢 叫做拔结 比如说 就是小麦到一定时候 你看它的结会长得很快 这个叫八经 这是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居间生长 那么这就是分身组织 我们分别根据它的来源 或根据它所处的部位 进行了三个 各有三个分类方法 那么这两种分类方法之间呢 它是有联系的 顶端分身组织 一般来讲呢 从来源上讲呢 它是由原生分身组织 和出生来构成的 然后测身分身组织呢 我们刚才讲了 它是重新恢复分裂能力的 所以说这个是次生分身组织 居间分身组织呢 如果是由原生分身组织 是遗留的一部分来形成呢 这就属于出生分身组织 但是还是有 这里我们还需要补一条线 这个居间分身组织呢 有的也是属于次生的分身组织 它是由细胞重新恢复分裂能力 已经分化了细胞 这样来形成的 所以这就是两种分类方法 之间这个联系 这样呢我们就把整个分身组织 把整个分身组织呢 就全部就相关的 就联系起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分身组织 那么我们书上提到的 这个在出生分身组织当中 书上这里有个小小的一个图表 就是圆分身组织 细胞分裂 在三四五页 形成出生分身组织 那么就是细胞分裂分化 出生分身组织 我们把这个表看懂 出生分身组织实际上包括这三个部分 出生分身组织在最外面的 在最外面的这个叫圆表皮层 圆表皮层 它以后彻底分化成熟以后就形成表皮 在最外面的这一层 在中间的这一层叫基本分身组织 它以后分化完成以后是形成皮层 或者是在中心部位的水部 如果以后会形成微管束的部分 这一部分基本出生分身组织叫圆形成层 圆形成层 圆形成层还没有束导功能 要到它形成微管束了 才有束导功能 才有束导功能 所以它有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就是 最左边这个圆分身组织 是纯粹的分身组织 然后最右边的表皮皮层微管束呢 是层数组织 那么中间的这个就是出生分身组织 所以出生分身组织 它还包括圆表皮层 基本分身组织 圆形成层 这是出生分身组织 如果要详细的分配的话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分身组织 那么在分身组织孵化的过程当中 它分化程度最浅的一部分组织呢 就是薄碧组织 进入薄碧组织以后 有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 因为薄碧组织 它常常和这个分身组织 埋得比较近 这个我们要注意 从形态上去区分它 那么薄碧组织呢 它不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很大的定义 它是一类 一类 它没有后面那几个组织 那么严格的这个界线 这一类呢是什么呢 就是在植物体当中 所以我们先看到分布 是分布最广的一类 它的体积也很大 植物体当中的部分都是薄碧组织 这是一个 薄碧组织呢 从有的时候来讲呢 它和我们组织的定义有点不一样 因为薄碧组织的来源呢 有各种各样的来源 各种来源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它的分布不同来源也不同 待会儿呢 我们在下面再具体的区分 但是之所以叫做薄碧组织呢 是因为呢 它们有下面这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 薄碧组织是个生活的细胞 就是说里面呢 我们能够找到细胞核啊 这些一类的东西 是生活细胞 第二个就是它为什么叫薄碧组织了 就是细胞壁呢很薄 细胞壁很薄 细胞壁很薄 然后呢 它的细胞壁主要是显微素和果胶质构成的 多数情况下薄碧组织是不含有木脂素的 但是有赤层加厚 不然它怎么具有单蚊孔呢 对吧 单蚊孔 它有一定的 有很少量的次生加厚 它的蚊孔就很小的 第三个呢 就是薄碧组织 那这个特点出来了 叶炮比较大 这个我们就可以和出生 就会和分生组织区分了 薄碧组织叶炮是比较大的 但实际上经常通常情况下 我们不需要看叶炮 因为薄碧组织的体积 比分生组织的体积要大得多 这个是一个 第四个也好区分 就是普遍具有细胞间隙 它的排列就不像分生组织那么紧密 还是有细胞间隙 整个细胞体积通常也比分生组织要大 但是这个要注意区分 因为有的时候薄碧组织 它是有的细胞是大大小小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做切片的时候 做切片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说把一堆这个球 这么有没有一个立体的结构 如果我切薄碧组织 切到它的最大的那个断面的时候 这个薄碧组织细胞呢 看上去就比较大 而如果我切到它是个圆球形 我切到它的顶面的时候 比如切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对吧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不能完全以大小的看 但比较保险的呢 看细胞间隙 看细胞间隙 还有一般分生组织 一般我们的染色 分生组织染色都比较浓稠 因为它细胞质比较浓 而保险组织里面呢 由于液泡比较大以后 主要都是细胞液 就比较这个淡 比较淡 所以染色都很浅 但是保险组织呢 大家注意 由于它不含有木质素 如果我们用 我们看到我们的片子当中 是两种颜色在染 对吧 这个叫对染 对染 是先用这个绿色的染 染了过后呢 再用红色的染 黄绿的洗掉以后 再用红色的染 这是对染 对染以后 对染的什么目的呢 就是把木质化的区分出来 这个是一个 所以第二就是 这就是薄壁组织 它的形态常常是球形 就是比较疏松 就是从球形 圆枝形 椭圆形 还有多面体 还有互相挤 挤成一个心形 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薄壁组织的形态 好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讨论薄壁组织的 不同的这个类型